这个就是鸭子滑水 我们看到世界一直在变 然后世界变化的情况是这么的剧烈 然后这么的大 然后在变化的过程中 好像都跟中国都有关系 对 可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绝大部分都不知道 例如说您今天跟大家介绍 摩洛哥也买了中国的防空系统 是 大家才发现 沙特也买了中国的不但是防空系统 还有中程的弹道导弹 还有这些无人机 还有两款的 也就是彩虹的翼龙的无人机 而且已经在实战中已经在使用了 大家才发现在往南走的时候 往欧洲走 塞尔维亚也用中国的防空系统 然后发现说 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想象 可以在沙漠建造的高铁也建造起来 然后美国人很惊讶的地方是在于说 你怎么做到的 从双边的关系发展到 突然间习近平 而且是10月份 沙特都已经一直在放风了 说习近平要来访问 没有 说10月份要来访问 没有 说11月要来访问 没有 结果12月的时候突然间来了 而且是当天还在政治局 主持完明年的经济布局 跟反贪腐的布局 开完会以后接着坐飞机就飞到了沙特 开始进行双边跟多边的会谈 签了就是发表了两个联合声明 一个共同宣言 这样的一个成果让美国非常的惊讶 美国现在拜登紧急的把非洲的国家召集起来 所以我们开一个美国跟非洲的峰会 那美国跟非洲的峰会里面 因为这是八年前是欧巴马所建立起来的 但是结果成效不彰 然后特朗普说我根本不重视非洲 我也不要跟非洲发生什么 对不对 所以四年都停摆 八年以后再重新开 开以后明天开始 看要有没有牛肉出来 对 大家就在看牛肉是什么呢 然后大家想起说 那你到东南亚的时候才给人家八亿多 你到南太平洋岛过也不过就几亿 然后你现在给非洲五十五个国家 你要给多少钱 还是你把它当成穷人 摸摸头这样子 摸摸头 然后给一些空的东西 说我们要注意 我帮你做全球治理 国家政府治理 你不要学中国 你要学我美国的这套制度 但问题就在于 你看大陆的发展里面 就这样子一下子就起来了 它跟沙特阿拉伯 北非的到东非南非的国家 其实您一直在强调摩洛哥确实很重要 没错 摩洛哥有个东西 我想我们观众朋友一定要留意的 就是零双矿 零双矿 就是我们做化学肥料最重要的 它是全世界产量储存量 在储存量大概排名世界第一名第二名 除了俄罗斯以外大概就是摩洛哥 然后它34%非常优质的都集中在摩洛哥的西方 西部 那你想那些零双矿 你要把它运出去的话 要不要一带一路 没错 要不要港口 所以大陆它的重点就在于 我知道你有零双矿 对 我中国大陆也是零双矿的大的储存国 但是你更多 然后你的国家贫穷落后 我跟你买 对 那我跟你买 我帮你把港口建好 对 你再运过来 那你想它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然后又可以提振 满足中国大陆的需要 我又把一带一路往这边走 而且它是直布罗多海峡 是 的必经之地 对 那这样的话 整个你非洲的地缘战略 东部有一个基地 你如果在摩洛哥也建立起 更紧密的商业经济军事关系 对 那你这个大西洋案 你要进入的话 那个战略要地是不是又站住脚了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 精略全球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是稳扎稳打 而且都是软实力推动 重点还是在于硬实力 三港转军港 在军事的调整上并不困难 不困难 不困难 但是它比较困难的是政治 那另外一个部分 是国家的实力的大小 例如说您讲到汉堡港 汉堡港 你要上港转军港的可能性 几乎是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是 对 但是你说非洲或者是中东 或者是这个 海岛国家 东盟的 或者是海岛国家 中国大陆跟他们 只要发展到军事的合作关系的时候 那你上港转军港的激励就可以了 就会存在了 所以这个也就是 美国一直存在的隐忧 美国的担忧 那美国这个国家 它基本上来讲是比较忧虑的 因为它是坏的会想得很多 对 所以美国它基本会位与筹谋 会比它多一点 其实这个在国家安全上来讲 是正确的 是对的 也就是说先想更多一点坏 因为不然的话 避免说一旦来的时候 措手不及这样 但是美国的军工企业 这一点我就不敢恭维了 军工企业 对美国军工企业 我真的是好一点都不敢恭维 就是我常常 我跟我的业界的朋友 我也跟他们谈 就是说不要太高估 因为我们台湾太多人是流美 像正量 那当然正量例外 但有很多学军工的 他们本身对于美国的武器 他们的评价都过高了 那我有提了很多历史上的案例 可是他们师傅都听不太进去 对 那这一次像当初F22的时候 你看现在F22挺惨的 因为它设计结构上出问题 F35当时我估计也是 也会有问题 然后现在也出了问题了 因为它各种东西 都往内加的时候 你看它的作战半径减少了 好 您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算 我想观众朋友 您想想 V2隐形战略轰炸 我是亲眼看见 那是在巴黎的航空展的时候 一架造价24亿美元 那是我在留学的时候 已经几十年前的事了 这个V21的战略轰炸机 一架造价说是7亿美元 顶多8亿美元 假设是这样 现在的人工成本 物价 晶片 各方面的成本都高距不下 那一个制造的单位价 却这么便宜的飞机 说它是可以碾压造价 24亿美元的V2隐形战略轰炸机 所以观众朋友 你觉得可能吧 即使有这些所谓逆机的新技术 对 我觉得新技术就新涂料 就是新设计就是更贵 对 应该是 然后它还没有量产 所以这些我都觉得听起来都很想象 最后一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讲一下就是机器人的问题 就是自动化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进步神速 现在排名第五位了 已经超越台湾了 超越美国了 成为世界第五位 可是我觉得不能小看大陆的事在哪里 大陆的生产的工人是很庞大的 工厂企业是很庞大的 如果你用绝对纸来算的话 它的数量绝对是碾压了世界各国 包括韩国在内 这第一个 但是如果以每万人的平均值来说 假设它像韩国那样 每万人有一千部机器人的话 如果中国大陆假设它跟韩国一样 每万人有一千部机器人 它现在是三百二十几部 比日本少一点点而已 所以它很有可能 就会挤入到第四名或是第三名 它进步的速度很快 但是你想如果说它到韩国这个程度 那机器人的需求量有多少 对 台湾的精密机器制造业 台湾的自动机器制造业 我们是很强大的 大陆市场有多大 你看日本人现在都是 一直在盯着这个市场走 而我们台湾如果说 一直在仇中反中 然后不好好的去抓这一笔大市场 错失了 错失了 真的拜托爱爱台湾人 有话先告诉我们WTO 谁告诉你说这个制度不合理 你先公布那个WTO来的正式文件 你学法律的 对 你学法律你应该把这个文件公布出来 我只知道WTO最近有一个仲裁 这个仲裁有四个国家提出仲裁 有瑞典 有中国大陆等 对谁呢 对美国的钢铝的提高关税 对 那么提出仲裁 而且仲裁结果下来了 认为美国这个违反WTO的规定 要美国马上要改进 美国的回答说 美国的戴琪 它的贸易总署的回答说 这个是你WTO没有权利 界定我的国家安全 你没有办法界定 我的国家安全的定义 所以我根据我的国家安全 你没有资格仲裁 他说国安打回去 对 那以后每个国家 要提高关税都用国家安全理由 也就是说 他说我因为国防的生产量不够了 所以我需要钢铁 因此我要保护我的钢铁业 所以我就升高 那以后每个国家 就是我的水不够了 我因为跟国家安全的关系 所以我就提高好 我们只知道WTO 最近有这个一个公开的宣誓 有这样一个公开的裁决 但是有关于台湾的裁决 请王美花提出 这样的一个证据来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子 为什么台湾绝大部分的厂商 都不知道这件事 没错 就大部分 那也就是说 当中国大陆很早 就根据这个国际的框架 通知了世界各国 也有通知台湾 我们的民进党当局 也就是相关的主管当局 有没有积极的辅导业者 说现在大陆有一个新的做法 这个做法是在世界各国都一样的 跟对日本也是如此 对美国也是如此 大家都一样的这个做法 因为一定要有原产地的一个证明 所以而且也要有成分的证明 不仅是比例 但是成分的证明要有 因为各位您不相信 您看看我们台湾进口的 国外的食品 对 里面有没有成分证明 有没有成分 有 对 您看看从大陆 甚至从大陆进来 从香港进来的 的那一些果酱 有没有成分 现在调味标示到很详细 很细 都有的 我们都这样做了 我们要求全世界各国 进来我们台湾的产品 都要这样做 请问一下 日本美国大陆 要求我们台湾出去的产品 也这样标示有哪一点不对 问题就在于 因为它是大陆 所以就不对 因为它是大陆 就不能够标分成分 因为它是大陆 就不能够标示原产地 因为它是大陆 所以就不告诉厂商 厂商突然间时间到以后 很错 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 有一家我们也不公开了 对 很低调的那一家 他为什么知道 他为什么按照规定 他为什么没有问题 能过 而且欧盟他都过了 对 那就表示什么 因为他知道 民进党当局在搞抽中反中 他可能他交的朋友中 他的商议往来的朋友中 有人告诉他说 有这么一个规定 有这么一个讯息 他可能知道了 他去了解 了解了以后 他也不敢跟他的同行说 因为怕被人说他通宗 或者那个抹红他 然后他就干脆 什么都不敢讲 吓得要死 就偷偷的 就很低调的 就把他作业完了 就自己申请 没有问题 但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民进党当局 要在台湾制造这种气氛 制造这种让大家恐惧 不然的话 后期还到修博 我东西能够卖出去 按照规定 我都到处跟好朋友讲 为什么大家都不敢讲 为什么他不敢讲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真的是民进党当局 真的要检讨检讨检讨 诚实地告诉我们的消费者 告诉我们的厂商 我觉得当然会有影响 不过我觉得先回答 您提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观众朋友 主要的是我们台湾的民众 好好地想一个问题 有这么一个国家 他有自己的国家主权 他有自己的国家的石油 而当他要卖石油的时候 他说我不想收美元 我想收欧元 这样的一个国家领袖 就要被美国人杀了 有另外一个国家 他想卖石油 他说我不想用美元 我想用黄金 这样的一个国家领袖 就要被美国人杀了 那美国人为了要杀这个海山 杀格达费 都炮制出一套 那个理论 炮制一套 说它坏到起点 所以我美国人要把它杀了 可是德国 法国都反对 他的盟友反对 而美国人 就说你这德国 法国 你们是坏东西 你们这是旧欧洲 你们老了 我要跟新欧洲交朋友 你们这旧欧洲靠边站 那这样的一个国家 你怎么跟他做朋友 这样的 这样是朋友吗 就是你假如不听他的 然后他就把你杀了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件 很可怕 而又残忍的事 所以今天沙特阿拉伯 就是在恐惧中生活 也就是他知道 如果他石油 用人民币计价的话 那很有可能 美国人又把他杀了 或者给他下毒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你要尊敬他吗 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如何去尊敬他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他可以假借 国家的利益至上的理由 可是可以这样吗 那如果这个事情 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 例如说沙特阿拉伯 也对于某一个人说 他影响到我的国家安全 我就把他杀了 那可以这样做吗 那我们看到了 美国人就说 你这违反人权 所以我要制裁你 这个就是美国人的标准 第二个您提到伊朗的问题 我把这个有争议的条文 就是联合声明 跟各位读一下 您看看有什么问题 他们是中国跟海河会 海湾国家的一个 第十二条的联合声明 他是这么说的 双方领导人强调 支持一切和平努力 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旨在根据国际法准则 进行双边谈判 以和平解决三岛 大通部小通部阿布穆萨 问题的倡议和努力 从而根据国际法理 来解决该问题 这个有问题吗 但是伊朗当然一定会表达 他的意见 所以中国大陆派了胡春华 副总理及的 穿梭于两个争议国之间的事 也就是穿梭于 这个阿联酋以及伊朗 那也就是在进行 双方的斡旋的这样一个工作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介入了中东 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 有争议国家之间的斡旋了 其实这个是往前走一步 以往海湾国家有争议 有纷争的时候 中国大陆基本上都是 不会介入的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 开始进入斡旋 双方之间攜手 用和平谈判的方法 用国际法理的方法 大家来谈这三个岛屿的 领土主权的问题 但是一碰到欧美的时候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做文章了 就开始挑拨了 说你看中医的关系出现裂痕 中医的关系出现波动 所以他们25年的协议 可能不保了 这个4000亿美元的 这个合作计划可能没有了 伊朗马上跳出来说 谁说的 没有 没有发生这件事 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 就是欧美的媒体 就是见不得中国大陆 在中东地区左右逢源 因为欧美的国家做不到 世界上就一个国家做到 就是大陆 美国如果这一次要 邀请非洲国家到美国来 说我是为了要抗中反俄 那我想非洲国家 可能就不太愿意来了 而且这次情况会比东盟的 第一次邀请都被拒绝 还要严重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东盟还有一些国家去 可是在这一次 可能只像肯雅 这英语系的国家 那一般大部分的国家 可能都不愿意去了 所以它摆明了 就是我没有要抗恶抗中 没有要抗恶反中 但是事实上 去的国家的人都知道 你就是要抗恶反中 你只是嘴巴不讲 但你的动作都是 这些国家从今天开始 三天 那美国的时间 13号14 15 三天开始 可是这是八年前第一届 也就是说八年前第一届之后 川普上来了 川普说我对非洲没兴趣 我根本对于非洲我也不重视 所以我不会再去开这个会 那这是八年后的第二次的会 您想如果您是非洲的国家 他们会怎么想 你们美国的政策就是这样 有兴趣就来 没兴趣就甩 那你进来拉我是要抗中二 可是问题就是 我跟中国大陆贸易额是 我跟你美国的四倍 我每年有三千多亿美元的 贸易的来往 而且这个相互投资 尤其是中国大陆到非洲来的投资 还有就是基础建设的发展 那不是你美国的这一点钱 五百五十亿 美国拿出五百五十亿 坦白说我真的很想笑 为什么 您看五百五十亿好像很多 对不对 可是观众朋友 非洲联盟有几国您猜 五十五国 五十五国分掉这个五百五十亿 每一个国家只分十亿 可是它是分三年 所以一年只拿了三亿多一点 那非洲这么 可是非洲有多少人 十三亿七千万人 十三亿七千万人的非洲 然后每一个国家如果平均分 只能分到三亿多 而且还分三年 而且不是今年 而且还要等到明年的五六月的财年 你等到明年的时候 可是问题就在于 现在美国连参议院 民主党都有一个人跳槽了 所以参议院里面 美国的执政的民主党跟共和党 又打平了 那仲裁只能靠得那个副总统 可是众议院却是共和党拿走了 那众议院已经是共和党拿走了 那请问你这个预算能通过吗 所以对非洲国家来说的话 他没有把握 所以我觉得非洲国家 跟美国的信任赤字 就是不信任美国 我觉得在这一次中会更加深 因为我相信美国开的支票 根本都做不动 不想启动小三通就直接说 诚实地说 我想我们的选民自有共同 金门马祖的民众是很难过 很伤心 因为对他们来讲真的很不方便 台湾的民众也很伤心 也很难过 因为现在上海到台北的支票 贵到不行 如果能走小三通的话 那会好很多 你参与文也好 苏贞昌也好 你不想开启小三通 你就直接说 不要一直骗 一直骗 当初陆委会直接有说 可能春节的时候我们开放 或者是年底的时候要开放 讲了半天 因为金门的乡亲不断地在陈情 金门县长也不断地在陈情 希望开启小三通 就是不肯 疫情是假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疫情是假的 香港澳门现在有发现 抢药的现象吗 没有啊 那怎么会台湾会抢药呢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的标语笑得很好 就是说神明都敢骗 然后他上次还要再去 特别说 他不是为了要骗神明 他只是去那边把他的意愿讲出来 你跑到庙里面就跟着神明讲 说我不会选 你就是骗嘛 你就是对神明启示嘛 你现在又跑到那庙里面 又去参加一个画展 又说我个人想学丘吉尔 你想学丘吉尔东山再起 画画画完以后 然后又振臂吉封 又要再出来 没有人会要你出来 除了穿英文以外 而且你喜欢画画 就自己去画画 那不要在那边吹嘘 要画你就真的画给大家看 然后画给丘吉尔看看 您也可以去跟他切磋一下 画画应该怎么画 对吧 就不要在那边吹嘘 然后一直在说谎 现在民进党的问题是这样子 对于大陆的来往 跟大陆的政策 六年来 不管任何一个人 不管任何一个媒体 对他们的冷嘲热讽 他们采取的态度就是 一批天下无难事 为什么说不管被任何一个人 怎么冷嘲热讽呢 当初反对ECFA 大家就说那你ECFA断啊 他就是不断啊 然后当初说 那个大陆那个进口很多 赚了很多钱 他说这个对大陆好啊 那你怎么可以通宗呢 你怎么可以通宫 你怎么可以舔宫呢 你赚大陆人钱多 你说这个是对大陆人好 你对大陆人这么好 那你不是就是你自己嘴巴中的 那么舔宫吗 那你既然舔宫 你就自己说你是舔宫嘛 因为你是对大陆人好嘛 那你要不你就对大陆人不好 你就不要赚大陆人的钱嘛 你要对大陆 你就不要赚大陆人的钱 你就跟他断嘛 那也不敢断 反正就是一批天下无难事 不管你怎么讽刺 不管你怎么讲他 不管你怎么批评他 他的态度就是 不能开通 为什么不能开通 因为疫情会爆发 因为会抢药 那为什么不能开通 因为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好 那今天既然连抖音都有意见了 那大陆的网民也可以在 因为YouTube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嘛 那YouTube也可以写嘛 YouTube应该关掉 Yahoo也该关 然后这个抖音也关嘛 脸书也关 IG也关 然后干脆啊 所有非绿营的媒体全关 这样就没有平台了 我要失业了 对不对 我就没有通告可以上来 要不就是你就全关 你变成你一言堂 这个就是你民主进步党 你要的就是一言堂 怕一个抖音 怕成这个样子丢脸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 到中东地区的成功的访问 要回到地缘政治的角度 那地缘政治 我们用地中海这个圆圈来看一下 这地中海 北边是欧洲 南欧还有法国等等 然后这个南边这个地方 是中东这个地区 还有北非 也就是说中东已经是南边 在往这个右边的方向走 然后再来就是非洲 然后一直抠过来 这样的一个复习 习近平这一次才去几天 三天两夜 那中沙 就沙奥地阿拉伯 还有海湾国家 六个国家 就阿拉伯半岛 然后跟阿拉伯联盟 二十二个国家 也就是北非 一直到摩洛哥都签了一带一路 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发展中 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已经进入了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它不只是石油 人民币很有可能会低调地进行 因为在会议中 习近平有主张人民币要推动 然后接着你看到科技 5G 还有工业 未来城 基础建设 还有一带一路 我们刚刚谈到的 那这些整个发展中 欧美的国家 坦白说 尤其是美国 嫉妒到不行 而且也受不了了 已经快要到崩溃的边缘 我是一种夸张事 您提到了阿联酋 就是胡中华这一次去阿联酋 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跟这个伊朗 那就因为在 中国大陆跟海湾国家的 联合声明中的第12条 里面有谈到 有争议的三个岛屿 三个岛屿 中国的立场是 用国际法理来解决 用和平的方法 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 那这样的情形下 对伊朗来讲 他必须要表达抗议 因为伊朗认为这是我的 那今天中国大陆 习近平是在于 跟海湾国家的这个地方上 讲到这三个岛屿 所以伊朗是一定会表达抗议 表达抗议 但是你看胡春华 随后就到了 随后就到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已经开创了 也就是说阿联酋跟伊朗 对这三个岛是有争议的 而胡春华开始穿梭于 两个有争议的国家之间 其实中国大陆开创了 一个外交的平台 以往对于阿拉伯国家 穆斯林的世界中 什叶派跟逊尼派 彼此之间有争端的时候 欧美的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穿梭于 什叶派跟逊尼派之间 要不就跟逊尼派好 要不就跟逊尼派好 选边 唯有中国大陆 能够跟逊尼派好 也跟逊尼派好 所以你看胡春华 这次可以穿梭于 两个国家之间 两个有争议的国家之间 来进行穿梭外交 也就是劝和 说这个有争议的岛屿 看用国际法的原理上 怎么来谈判来解决 让逊尼派跟逊尼派的争端 再拆掉一个影线 我觉得这个 如果能够成功的 把这两个国家 这个影线拆掉的话 那是代表中国大陆 在中东地区 解决他们有争端的 有争议的 这个部分的影响力 那是非常小可 为什么 因为这个影线 如果能拆掉 这个影线如果能够解决 那未来南夜门的问题 中国大陆也可以介入 所以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一个里程碑 这个欧美的国家 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玩 在外交可以这样玩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 挑起了这样的一个 大家关注的是 伊朗有反应 然后再来就传说于两边之间 欧美的国家的媒体 跟他们政客 就开始想从 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来调拨 但是这个调拨没成功 因为伊朗马上就发表谈话 说我们跟中国关系没有改变 我们只是表达我们的立场 可是你看胡春华会角就到 副总理级的 后脚就到 我觉得大陆的外交的灵活性 跟这种变通 还有这种巧妙性 其实说时代的 台湾跟不上 不但台湾跟不上 其实美国也跟不上 过去长袖善武的欧洲的国家 想都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大陆的外交政策 我觉得要从20大的报告来看 20大已经把中国大陆的发展目标 已经定得很清楚了 这个再清楚不过了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那中国式的现代化有自己的界定 这个讲得好清楚 所以它的整个外交要从这个地方来铺陈 那目标也定得很明白 那怎么样来推动 也就是说美国所围堵建立的围堵 要全部都推倒 那事实上美国看起来是守不住了 一个一个都被推倒了 东盟不用说了 因为拜登的您刚上次有 您刚刚有讲 东盟的国家的这些领袖 这些国家的元首 我是政府首脑 强迫地拉到这个华盛顿 我讲强迫 因为第一次没有人要去 后来就想办法动员 那么把他们逼过去了 逼过去以后这些国家很火辣 所以越南的总理就召开 故意让记者来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就把我们当乞丐 拿那么一点钱来 那是故意的 那每个国家的领袖脸都很臭 那就是美国想要 创造一个万国来潮的感觉 在东盟的国家失败了 这一次眼看着习近平怎么 在G20中 其实我们 我想只要客观 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只要还客观 你就会看到拜登的光彩 全部都被习近平抢光了 拜登几乎没有什么光彩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人 跟他很多的会面 他还可以闲到 去到处观光旅游 还有一些那么业余的活动 还可以去玩 可是习近平是一个会见 一个会见 马步停蹄 那马步停蹄 其实我们就 每一个国家元首的会面 其实就是铺成一个 一系列的外交战略 然后接着你看就到了中东 这个中东一去 这个很少 真的是很少千军 就是从北非 北非 再强调北非 东非 一直到整个中东地区 好 那拜登也不甘示弱 马上就办了一个非洲峰会 这些国家拉过来 拉过来以后 在开会之前昨天 他就 苏利文就宣布 三年 五百五十亿美元 对不对 很多对不对 没有了 很少了 因为 非洲联盟有五十五个国家 分一分 每个人分一分就是十亿 然后再用三年来分 每个国家就分 一年三亿多美元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 但是 中国大陆跟 非洲的贸易额 一年就两千五百多亿 那是去年 今年看起来又应该增加 百分之二十多左右 而美国的贸易额就六百多亿 也就是 大陆是美国的四倍 那你想 如果你是非洲的国家 你跟美国的贸易额 也不过就是跟中国大陆 贸易额的四分之一 然后 拜登拿出五百五十亿 大家分一分也没多少钱 然后再想一想 你这个预算今年没有 那是明年才开始编 那明年才开始编预算 那是后年开始执行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明年编预算要参中两院同意 而你现在众议院 不在你的控制内 参议院又有一个便捷 投跑了 参议院又变成拉平了 要靠着这个副总统兼议长 来做一个最后的政策 我觉得彭文正的一些说法 值得我们去思考跟推敲了 但是蓝星德没有必要签写 这个不自杀承诺书 因为一个政治人物 这么明显的政治人物 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说要被这个做掉 我想可能性实在是不大 但是我不太了解的地方 是在于说 既然我们台湾 我们努力的想要推 所谓的责任政治 也就 参议文讲民主政治 那就应该是责任政治 那18年的时候 民进党选择败的一套糊涂 参议文辞掉党主席 然后这个蓝星德辞掉 行政院院长代表他施政不力 那现在为什么 苏贞昌也是施政不力 老百姓讨厌民进党 讨厌到这个地步 而且比18年的时候 输得还惨 而且惨很多 不是惨一点点 连这个基隆 桃源都输了 崩盘 连新竹都输了 就全部都被砍杀了 南部差距也很近 对不对 然后拜承这样 你看台南差一点点 输成这个样子 然后竟然 苏贞昌可以留下来 假装要辞 如果你真的要辞 谁能留得下你呢 那随便一下 就可以把你留下来 那就是假装要辞 我再强调 如果真的要辞 谁留得下你 好 那你辞下来 你留下来的目的在哪里 那就是为了卡某一个人 那卡谁呢 那就是马昭之星 路人皆知了 所以当赖清德说 他要出来选党主席的时候 苏贞昌打电话跟他说 这个选党主席有利有弊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 那请问苏贞昌 你2005年 为什么要当民进党的党主席 那我们就会问 那2012年的时候 你为什么又再出来选 民进党党主席 当时有民进党党内大佬 这个徐晋良要出来选 蔡同仁要出来选 你为什么跟人家 厮杀得那么激烈 然后到最后 很多人都怀疑 民进党是不是分裂了 可是你在这个时候 你的任务是什么 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不过不要发誓 千万不要发誓 而且不要到庙里面去发誓 这点是拜托拜托 反正也不作数 没关系 对 反正也不作数 也就是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这点上是请拜托 不要再发誓 陈时东讲的 让我们就啼笑皆非了 这一次民进党会败得那么惨 主要是年轻人的票全掉光 年轻人的票掉光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网军太超过了 网军到处征战 到处出征 而且搞得天路人怨 有多少年轻人 只要意见跟你民进党不一样 就被出征 而且是群体被征发 被打得一塌糊涂 大家气到半死 蔡英文还告诉大家说 网络安全金 金什么奖 金顿 金顿奖 是铜制的还是金制的 还是K金制的 不知道 还是几K的 但至少蔡英文告诉大家说 我很重视网络这一块 为什么 因为你的网军特别厉害 你的网军特别厉害 你已经整大家整了一塌糊涂 赖金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赖金德说 不要再修理我的 你的网军 不要再修理我了 赖金德 我们真的是希望你 当选了民进党的党主席之后 第一件做的事 就是清除一下 清算一下 当初是哪一个网军修理你 因为你当初有出来指控 所以你应该要用 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 跟你的权利 去调查了解 当初你在跟蔡英文竞选 党主席的时候 是哪一个单位 哪一个部门 民进党的 哪一个单位 哪一个部门 谁负责 去清算 对 去蒸发你 要清算 而且你要将心比心 要有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 不要再用网军来修理人了 所以您可以的话 用执政党的身份 解散网军 然后告诉蔡英文说 这个金顿奖你养了一堆 当然我不知道 那些人是不是网军 我不知道 然后在蔡英文出来说 不过蔡英文讲的话 有几分姓文也不知道 因为到现在论文 还是没有弄清楚过 因为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蔡英文不是赖英文 赖英文 我跟她没关系 我也不想让她姓赖 是赖中文 这个蔡英文的 我们的问题是 蔡英文的论文 到现在都没说清楚 讲明白 所以她的诚信到今天 我们也是半信半疑 我觉得非洲 欢迎跟任何一个国家做朋友 而且欢迎这些大国 到非洲来投资 可是他们不欢迎说 你来教我怎么做事 他们不欢迎你来教我 该不该教哪个朋友 或是不该教哪个朋友 他们不欢迎你这样做 他们更不欢迎说 你来告诉我 我应该用什么的方式 来治理我的自己的国家 他们很讨厌 就是说你来教我 怎么去管理 治理我自己的国家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非洲的态度很明白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中美之间在非洲 中国大陆在非洲的贸易额 那么到去年的时候 已经到超过2500亿美元了 而美国也不过就是600多亿美元 所以中国大陆跟非洲的贸易额 是美国人的四倍 那非洲人欠钱欠给欧美人 欠的比较多 而且欠给中国的比较少 也就是说债务陷阱 或是债务负担最重的 非洲背最大的债 是它的债主来自于欧美的国家 那么是中国的三倍 而欧美的国家对非洲 它要的利息是5% 而中国大陆给非洲的利息 才2.7% 所以对于非洲的国家来说的话 大陆的利息低 欧美的国家的利息高 那它当然比较喜欢 跟中国大陆贷款 而不喜欢跟欧美的国家贷款 另外也就是说 欧美的国家贷款 绝大部分用在石油跟消费的支出 这个也就是用完了就没了 而中国大陆给非洲贷款 比较多是在基础建设 像高速公路港口铁路 就盖了就放在非洲了 所以非洲很明显的是 实质上受益 所以你如果说今天你 拜登一定要非洲的国家都来 来的目的是要你去反中 那对不起他们不开心 也不高兴 因为你不要来教我 怎么去交朋友 或者不要交那个朋友 这也就是构成了 这个拜登他们不敢说 你来反中 但是很明显的 他们事实上是要他们来反中 戴琪做一个耳 我觉得戴琪不能骗非洲人 绝对不能骗非洲人 我觉得不要把非洲人当成低等的人类 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应该要平等对待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不要骗非洲人 美国连英国都不肯签贸易协定了 连英国都不肯签 英国是美国多忠实的盟友 而英国脱离欧盟之后 英国现在苦哈哈的 因为他需要跟美国签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都不肯跟英国签 美国怎么可能跟非洲签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戴琪还说 如果你要美国的企业到非洲去投资的话 你要把基础建设做好 非洲现在最苦的就是 它的基础建设不够嘛 交通 网路 水 电都不够嘛 所以需要欧美的国家来投资 欧美国家不投资 而中国大陆去投资的时候 你们就骂说中国大陆是债务陷阱 所以你想想看 戴琪你今天要你美国的人 去投资说你非洲国家 必须要把配套措施做好的情形下 你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实实在在的 做一些好事 帮非洲国家把基础设置做好 在所有的国际场合 这个其实比较重要 例如说你刚刚提到的 G20很重要嘛 因为这个G20多国领袖会议 而且这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 20个国家的会议 那来看在这个会议中 哪一些领袖比较受到大家的关注 哪一些国家更想跟哪一个国家领袖来往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很明显的拜登确实比较险 习近平确实是忙得不得了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APEC的时候 贺锦丽去的时候 确实几乎没有贺锦丽的新闻 大家都关注到的就是 习近平跟谁跟谁跟谁见面 然后甚至连这个东协加一的会谈中 拜登的跟他们的会谈 甚至连李克强跟他们的会谈都比不上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美国的影响力确实在往下降 美国影响力往下降 最主要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要动员全世界来围堵中国 他要动员 那中国大陆的做法就是 你们不用去围堵美国 那大家都交朋友 那美国人是说 你只能跟我交朋友 你不能跟中国大陆交朋友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不跟美国走 那我们就再把圈子放小 你看圈子放小到连G7 那是美国一直领导的这个小团体 这个小伙伴 G7的国家中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跳船了 最有名的当然是小尔兹 然后接着马克宏 然后看到意大利 意大利的总理明年就要去了 所以你看连这三个国家都跳了 好 那我们就看说 那最后的他的小伙伴呢 现在目前仅靠了美国的直较加拿大 可是有一个国家很有趣 这个国家悄悄地在产生变化了 就是英国 英国的外相昨天的一篇演讲 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 英国外相昨天演讲 他说 他说过去 80%的国家都跟美国贸易有关 现在呢 70%是跟中国贸易有关 然后很明显的 亚洲已经崛起 所以我们的外交部 不能够再活在舒适圈 我们要到拉丁美洲 我们要到非洲 我们要到亚洲 然后特别是中国大陆 不能忽视他 那也就是说 我们跟中国怎么样建立起一个基础 你要跟中国大陆交朋友就直接说 我就不要拐来抹角了 英国人这个拐来抹角让人家很累 就直接讲 我现在要转向靠往中国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看连 连 英国的萨克逊系的英国都转变了 那之前的澳大利亚搞两面手法 澳大利亚的外交 说要跟中国大陆建立关系 而且商贸部说 我们随时 你同意我就可以过去 可是你看 在12月12号的时候 他的防长跟外交又跑到日本 又要拉日本去加入他的 这个组织 然后就硬着国防的这一手 又要抗中 然后经济接手 又要跟中国大陆 但是问题就在于 大家都在看 美国还有多少伙伴 愿意追随他 坦白说 美国是越来越孤单的 跟大陆有关的是 民进党从来没有办法说清楚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是因为 他们只要碰到大陆的事 他们基本上就不按照规矩做事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根据WTO的规定 跟台湾要求 你要有注册登记 你要按照这个我们的规格来做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 在超市买很多食品 进口的食品 它的背后都有一个用中文 而且因为我们要求 所有的外国的进口的产品 要用中文标示 它的这个出处 它的来源 日期 还有它的成分 都有 对 我现在讲话很负责任 因为我是买菜的 我常常会买一些食品 所以我上面看得好清楚 我们都会看成分 所有的进口的产品 上面都有成分 现在大陆要求你这样做 那就不对了 因为是大陆 所以就不对了 任何国家都会要求 都会要求 我们也要求别人这样做 我们也这样要求 大陆要求就不可以 而别的国家 日本要求台湾 台湾就乖乖做 美国要求台湾 台湾就乖乖做 只要大陆就不可以 好 那今天一美 已经告诉大家 一个大实话 两年前 早就接到通知了 一美 它的颜色 比较倾向于哪一些 所以你民进党这次 你要怎么去说一美 那也就是说 两年前 这个资讯就来了 你民进党的政府 为什么不好好的 辅导我们的业者 按照规定 好好的办事 为什么一美会知道 我们会不会有 很多的厂商都知道 但是会不会有 更多的厂商不知道 那那么多的厂商不知道 为什么他不知道 而一美知道 为什么一美知道 也有很多的厂商不知道 我觉得这一点 要跟大家讲清楚 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政府 到现在讲得不清不楚 加德的问题 坦白说 有人要你配方吗 没有 他只是说 你这整个产品中 你的那个材料 占比多少 对啊 更何况 你加德 你到底你的凤梨书 里面的那个成分 到底是完全的凤梨 还是有凤梨添加冬瓜 我想这是业者里面 大家公开的秘密 我们常讲凤梨书 有很多里面是用冬瓜 那这个部分里面 你到底添加多少 你也不说清楚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消费者 难道是公平吗 消费者也想知道 我吃了这个凤梨书 到底凤梨比重多少 冬瓜比重多少 我们也想知道 那不然的话 你取名叫凤梨书 那这意思 如果你的冬瓜比 占比凤梨高的话 那应该叫做冬瓜书 不叫做凤梨书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大家也想要知道 更何况 加德的高饼店的技术 可以跟台积电比吗 加德你告诉我们 你一年 你的税贡献多少 可以跟台积电的税贡献比吗 我觉得这个是天差地远 这个是很简单 但我没有要指的加德 我的意思是在于说 台积电那才叫做商业高度机密 美国当初要台积电 客户资料都给了 客户资料是高度的商业机密 这个可以给吗 这个才是真的是动摇台积电的本 让多少厂商对台积电不再信任 而这个资料都给了 民进党政府网军有踏发吗 有踏发美国吗 没有坑一声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重标准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那么孙小雅对于大陆的旅产品的规则 她很清楚地知道 她是按照规定做事 所以你今天要孙小雅讲什么 你今天赌麦给孙小雅 孙小雅说大陆是按照规定办事 是你台湾不按照规定 那这个是不是更难看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地方上的时候 什么是要讲道理 我们最痛苦的地方是在于 只要碰到大陆的时候 民进党政府就是不讲道理 第一次会谈在防党 去年2021年7月的会谈是在天津 很明显的美国的这些谈判人员 外交人员 不管是副部长级的 或是次长级的 都没有办法进入北京 而中国大陆在北京 已经接待很多外国的援手 还有外交官了 但是美国就是进不了北京 所以如果明年布林肯到大陆去访问的话 能不能在北京会谈还有变数 那也就是说如果双方谈得还不是很愉快 也就是会前会的磋商 还不是很愉快 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的话 也可能他们的会面就不会选择在北京了 那这个指标就很明白了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还是把美国的外交还是在降等 降为也就是说不友善的国家 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一旦友善的国家的时候 很有可能中国大陆才会到北京去接待 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那当然现在美国还要对于30家的中国企业 那么要列入黑名单 那大陆目前来讲已经在交涉 那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一直在进行科技打压 又说我们要管控这个冲突 不要管控我们像是竞争不是冲突 但是你明明白白的不是竞争 你是一直违反WTO的贸易规则 一直违反一直违反 甚至WTO的仲裁结果下 你美国也不甩 也不甩这个国际的规则 这样的情形下都已经不是竞争的 健康竞争关系 都已经是冲突的关系了 那我觉得贸易战打完打科技战 科技战打完 那军事冲突也不一定能够避免 我觉得美国的算盘打得太好了 不见得会朝他所想的那样的走 那有关于日本跟荷兰 因为目前看起来日本已经妥协了 日本看起来放出来的风声 也就是会遵照美国的要求 对中国大陆那么开始有一些限制 其实我这边提醒日本 大陆并不是没有手段对付日本 那荷兰的态度 其实也看起来有在松动 那大陆对于荷兰的手段会比较少 但是不代表荷兰就 如果也追随美国这样走的话 那大陆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两个国家 我觉得这两个国家一直要追随美国 那么去走 我觉得他们本身很有可能大陆会在别的地方 那么对于日本或是对荷兰 那么提出反制裁 或是反作用力的这样一个推断 都有可能会发生 因为最终决定权战你 你可以抗拒美国 那大陆也呼吁各国应该自己要站起来 但是你们不站起来 你反而追随美国去制裁中国大陆的时候 大陆我觉得还是会有反作用力的 那对于美国来讲 大陆还没有出手 我觉得大陆并不是没有牌可以打 那么有些牌还是可以打得出来 有关于这个非洲的问题 美国当初告诉非洲的国家 这是49个国家的元首 说到华盛顿来开会 我们不是要对付中国大陆跟俄国 你不要选边站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等到这些国家元首到了以后 你看突然间今天改口了 说这个开始指责中国大陆 指责俄罗斯 我觉得这个对于非洲的国家来说 你把我骗来 骗来了以后 你现在又开始要反中 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本身 跟非洲的国家就已经有信任赤字了 可是当你又在骗的时候 这个信任赤字会更扩大 因为非洲的国家没有意思要选边站 而你美国如果在这个时候 又开始操作要非洲国家选边站 我个人的推断 因为目前看起来 非洲的国家它算得很清楚 他们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额 原原本本的就比美国的贸易额多了四倍多 所以你要非洲国家选边站 我个人认为非洲的国家到最后 不会离美国好处照拿 但是该它做的事 它一样会做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峰会 美国能不能成功的吸引非洲的国家 跟它一起跟中国大陆对抗 我觉得这个是做不到的事 东盟已经做不到了 非洲国家更别想 我们一直很担心的就是美国跟印度的军演 那是在11月底的时候展开的 是由美国的这个11空降式的第二旅 派了这个部队过去 那跟印度的阿萨姆军团 就在中印的边界 有争议的这个地区 找了一个山峰 在这个山头举行军演 当时我们在节目中就 我就很担忧 说按照过去印度的习惯 每一次跟外军 例如说在过去跟前苏联 后来跟美国 英国 只要被他们煽动 就会爆发冲突 上次的冲突也是如此 也就是上次打得很激烈 也是如此 这一次我们一直担心的 会发生这个肢体上的冲突 果然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 也就是美印军演就在那个附近 然后空降过来 印度又开始来了 然后就爆发了冲突 也就是说印度又认为有美国人依靠 然后他可以再占平衣看看 看能不能实质上再占一点地方 占一个山头 那没想到他碰到中国 就不管你美印 美国要打也可以打 其实美国也很清楚知道 如果美国介入跟中印边界的冲突的话 这个中美的一定是开战 那这个很清楚了 所以你会看到 美国一直在跟中国大陆说 我们是竞争 不要冲突 不要打仗 其实美国一直在收拾印度来做这个事 果然印度还是被煽动成功 还是跟中国大陆爆发了这个冲突 我想各位观众朋友 您可以去查一下 上个月底 也就是11月底的时候 美印是不是在边界进行联合军演 而没有多久就爆发了这个冲突 这个就是每一次印度都玩同样的把戏 但是每一次都会碰到同样的反应 也就是中国大陆绝对不会让 而且一定是跟你坚持的对抗 中国大陆的军队 就是解放军 他们基本上的击据 纪律是很严谨的 尤其是边防军的纪律是很严谨的 该怎么巡逻 走哪一条路线 那么准确度是很高的 而且不会轻易的去违反这些规定 因为下达命令 解放军都按照规定走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是印度 在借这个机会来去挑衅 来去测试中国大陆 会不会怕美印联合军演 怕美国 然后就往后 神明都敢骗的苏贞昌 能不能说一次实话 大陆疫情起来 因为口罩是他又提出来的 其实唤醒我们内心很悲痛的记忆 大陆疫情起来的时候 台湾没有疫情 所以台湾的口罩需求量并不大 供应量是很充沛的 可是大陆已经起来了 那时候大陆缺口罩 很多国家都帮忙了 但是苏贞昌绝对不肯帮忙 而且还要能言能语来对待大陆 那时候激起大陆很多民众的反弹 两岸的民众开始仇恨起来了 本来没有那么深的仇恨 那苏贞昌挑起了台湾 去跟大陆开始制造社会的仇恨 那等到台湾的疫情起来了 开始需要口罩 苏贞昌猛 他们不敢告诉台湾的民众 说我们的口罩不够 不敢告诉台湾民众 然后那时候找了很多医生 而且还有一些人现在当官的 还告诉大家说不一定要戴口罩 我记得清清楚楚 他也有上我们那个时候 在这个燕影服务的公司的电视台 然后最后还告诉大家说 不一定要戴口罩 后来说口罩可以用电锅针 那时候大家都记忆犹新 后来大家发现原来是口罩不够 台湾变成口罩不够了 因为台湾疫情起来了 那台湾的疫情为什么会起来 那时候有一本 有一艘日本的邮轮 那么到了101 带来了很多的疫情 那时候我们台湾发现说 你民进党政府怎么是这样防疫的 接着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口罩还不够 大家都在排队 而且连那个实名登陆 都一塌糊涂的时候 我们口罩捐给美国 哇 台湾的民众气到不行了 看这个才是事实嘛 讲一次实话嘛 好 现在有关于表格的问题 出问题了 要解决很简单嘛 补件嘛 赶快补件嘛 就广发这些到处辅导 我们的业者赶快补件 这问题就解决了嘛 但是不要 不要的情形下 让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看他们又在开始炒作 仇中反中 抗中保台 然后好像大陆在打压台湾 就在炒作这个 可是当我们的电视台 或是报纸 或者是我们的评论员 还原真相的时候 他就说就是那几张嘴 然后呢 要掩盖事实 要搞认知作战 为什么 他不愿意让台湾的老百姓 知道真相 他不愿意让老百姓 知道真相 然后让他能够 再继续炒作这个问题 制造两岸的仇恨 那这个就是民进党 他们当初要做的事嘛 一直在制造仇恨 不停地制造仇恨 连败选了以后 还继续制造仇恨 那很明显的 他在明年的选举 到后年的选举中 他的定调还是出来 继续制造仇恨 那也就是说他认为 反正仇恨给你一路杀到底 迟早会有效 看起来他的选举也定调了 也就是要继续制造仇恨 也就是只要碰到 中国大陆的事 他都不按照规矩做 等到不按照规矩做 而大陆按照规矩来做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说 是大陆对台湾打压 大陆对台湾歧视 大陆欺负台湾人 这个就是民进党政府要做的事 而我们在台湾 告诉民众真相的人 他就说你是搞认知作战 你就跟大陆有关 我觉得这个党实在是太可恶了 坦白说我很少看到 有这么多可恶的政治人物 这么可恶的一个党 这个党实在是 怎么会让它生存下来呢 它就算是什么 从小儿来说 你我看不出来